有网友说 以后建议中小学校长跟学生一起吃饭 让中小学的校长 跟学生吃一样的饭菜 你要我有权利 我更狠 我就直接让校长提前半个小时到食堂 校长你先把当天的饭菜 先吃一下 哪怕试读的话 也就让校长先试 天经地义 然后还要做好监督 如果说校长你不提前半小时来吃 或者说你打了不吃 或者说你敢掉包吃的话 一旦发现的话就寄过处理 另外你校长上头的话 还有一层就是教育局 也得把好监督 你2021年三年前 大家还记得吧 河南不是有一个小学 也是把发错的午餐 给好几个孩子吃 把孩子给吃吐了 然后调查组 一来调查 校长这边的话 校长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 真的哭着 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讲 他说他们这个午餐 是北京的一家餐饮公司铁空的 他就哭着说 自己换不动送餐公司 后来趴一查 为什么 送餐公司是当地教育局 招标定的 所拔在深入调查的话 直接就把这个招标 或者说跟这个世界有关的 那么教育局领导 那几个领导 直接送进去调查了 所以说在教育局这一层的话 你也得完善这个监督制度 才可以的 让我们能够方便的 检查到招标流程 跟相关信息 你一旦发现猫腻话 你就下台 你就这么简单 那另外做好饭菜安全还不够啊 你口感上还得提升 我们小的时候 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食堂 大家自己扪心自问一下 多少食堂饭菜是可口的呢 那我心想我们孩子这一辈总进步了吧 结果爬 我女儿每天回家吃饭 聊的最多的话题 就吐槽 学校的那个饭菜难吃 两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吐槽了 一直吐槽到这个四年级还在吐槽啊 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有的家长的话 还集合起来 去学校里面反映过呢 没有啊 还是在吐槽啊 后来我趴 阎文过年期间 我问我们这个北京 在北京的那个外甥女啊 也一样 也说学校饭菜不好吃了 北京杭州都这样了 其他地方你自己想吧 你在这个问题上 我的这个建议是 你每个学校不用多 你就配一个专业的这个烹饪营养师 你就让他们来给孩子配出 既营养又可口的这个饭菜 当然采购跟监督机制的话呢 也需要跟上 可以接受所有家长 跟社会监督嘛 营养师跟这个厨师团队的话呢 做方案做合作 最后就把孩子的这个饭菜呢 你美味性跟营养性上 也给提上去嘛 你别觉得这个又是什么 什么天方烟台 我在做梦啊 日本人又是这么干的 日本人啊 尤其是政客层面的话 有很多坏人的 但在学校食品安全问题上 我认为他们做的没毛病 该学就得学 要不学的话啊 你其实我们在面对 这么一个民主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就永远会存在一个 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一边呢 我们有的时候 在有些问题上 会恨他们 骂他们 但啪一回锅头 看我们自己 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呢 还远远不如他们 这种时候 我跟各位讲 很憋屈的 你说呢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